大家好,这是大舌头解说,我是段小宇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未来人类为了活到144岁 志愿被古生物虫子寄生的电影 影片开始 一名导国的探险家 在深山脑林发现了一种内饰无宫的虫子 通过研究发现 古虫能延缓人类的衰老 只要让古虫寄生在人类的身体里 就能让人活到144岁 画面来到一所学校 这里的学生都是统一的打扮 他们就是一群已经被古虫寄生的人 想要被活到144岁 可没有那么简单 必须智商达到150以上 且身体健康的人 这里的学生就是在社会上 精挑细选的人才 有学校全封闭管理 校长全权覆辙 他们都是能够活到144岁的人 以后会给他们同一安排工作 为人类贡献一生 这里的每一个学生都是一年的幸福 唯独一个叫小光的女孩与众不同 只有她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她并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在这里的人都像一个机器一样 什么都已经被安排好 就连谈恋爱也是学校安排好的 为的就是得到更好的DNA 小光早就不想这样 只想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做想做的工作 喜欢自己喜欢的人 她把自己的想法 说给了最好的闺蜜听 闺蜜听完也是心生向往 两人一拍即合 成立了逃跑小组 打算瞅准时机就一起逃出去 结果就在当天夜里 闺蜜偷偷出门 想要给喜欢的人第一封信 然而没能逃过监控的眼睛 被学校的工作人员给抓住 最后被关进了病房 小光得知这里的闺蜜被抓 立马担心起来 她借着送笔记的理由 这才成功进入病房 跟闺蜜见了面 闺蜜说她每天都是写尖套 还要吃很多各种各样的药 小光很是心疼 想要跟她多聊几句 却被看守的工作人员赶了出去 终于等到闺蜜出院这天 小光兴高采烈地前去找她 却发现闺蜜居然不认识自己 好像一句行尸走肉 小光立马反应过来 这是药物和蛊虫带来的后果 她可不想变成闺蜜这般 闺蜜的改变也更加坚定了 她想逃出去的决心 为了摆脱蛊虫的束缚 小光回到房间撕开了床单 制作了一根绳子 一头栓在横梁上 另一头是栓着一个大的回心针 然后把回心针扣在自己背上的蛊虫上 硬生生把蛊虫扯了下来 工作人员立马发现了她的举动 这件事也很快传到了院长的耳朵里 院长找来一名神经科兼心理知询的医生 让她为小光做思想工作 让她绝对服从学校的安排 另一院的小光也被关进了病房里 医生定时为她送上药物让她服下 但是有闺蜜的前车之鉴 聪明的小光留下了一个心眼 她在医生走后 又悄悄地把药吐了出来 不久之后 心理医生接见了小光 但无论她问什么问题 小光都是一言不发 医生从没见过这么棘手的问题 她把原因归咎在一旁旁定的工作人员身上 于是向校长请命 希望能到小光的病房单独谈话 院长考虑过后同意了她的要求 两人暂时在病房相遇 这时没有外人在场 医生直接让她说出心中最真实的想法 这样才能帮到她 小光也终于开口说话 她说自己最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为了帮助小光 医生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 拿到了外出通行证 但并没有带她到街上闲逛 而是把她带到了自己家里 小光拿出一本故事书 希望医生能像爸爸那样念给自己听 医生没有拒绝 按照小光的要求 讲起了童话故事 渐渐的 似乎是感受了家的温暖 小光放下戒备 缓缓地睡了过去 这时 校长出现在医生的家 他警告医生 一定要明白自己的立场 不要感情用事 他现在没有那么多闲功夫 在小光一个人身上浪费太多精力 既然他不愿意被蛊虫寄生 那就强制执行 征兆的声音也吵醒了刚睡着的小光 他感到深深的绝望 第二天就被安排进了病房 看起来他已经放弃了抵抗 这时经的一名戴着口罩的医生 没想到正是心理医生 他说 虽然接受蛊虫的寄生 是大多数人的心愿 但他也愿意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不愿意操控别人的生命 原来他也是蛊虫的寄生者 神神知道被寄生后带来的不好后果 既然小光不愿意接受寄生 医生决定做一回人事 悄悄把小光伪装了起来 然后连和朋友一起帮忙救走了他 小光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获得自由 医生带他来到了游乐场 小光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外面世界 第一次呼吸到了新鲜空气 更有自由的味道 这么多年以来 他第一次露出了纯真善良的笑容 然而就在我以为定要结束的时候 画面又回到了病房 小光依然躺在病床上 刚才的那一切不过是他的幻想而已 而准备给他强制寄生的人 摘下口罩后依然还是医生 小光立马坐了起来 一脸期待地看着医生 影片却在这时结束 医生到底有没有救走他 导演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依我看来 小光最终还是逃离了学校 过上了自由的生活 这才对得起影片的名字 为了人类的尊严 这部电影来自新奥特Q的第十二集 这是一部不错的系列电影 每一集都谈及到了人性的问题 小孩子看不懂 大人又觉得幼稚 总之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喜欢这种脑洞电影的朋友 可以看看 好了今天到这里 请愿让我打舌头